今天是12月19日 1943年的今天 日本在华反战同盟领袖陆蒂庚 对记者谈反战同盟情况 陆蒂庚对记者说 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盟员 已经有十几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现在正加紧团结 训练宣传作战 来消灭日本军阀 解放日本民族 1939年11月7日 由日军俘虏山本一夫 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 发起建立了 在华日人觉醒联盟 这是中国战场上成立的 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 反战组织后来陆续建立 遍及敌后抗日战场 与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 另一个反战组织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也在中国各地迅速发展 1939年11月11日 在中共的支持下 日本进步作家 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陆蒂根 发起组织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1940年7月20日 又在重庆成立了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 1940年5月1日 由被俘日本人森建 高山晋等人 在延安成立了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这个系统的分支组织 也在整个根据地 蓬勃发展 1942年8月15日 在延安召开了 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即华北士兵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 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 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 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 和印度 荷兰 朝鲜等国际友人 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 与反战同盟合并 统一组成 日本人反战同盟 华北联合会 会议选举山本依附为会长 通过了反战同盟 华北联合会的纲领和章程 及工作方针书两个文件 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 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 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 大都是受到日本法西斯政府 和军部的欺骗 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军官 他们经过根据地军民教育感化后 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 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战同盟组织 与重庆本部互不隶属 1944年4月9日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华北联合会 正式改组为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到日本宣布投降前 共有盟员一千多人 日本投降后 敌后抗日根据地 和中国正面战场的 日本反战组织成员 陆续回国 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 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